美国人绝对不可能为台湾人 那么去牺牲 他的年轻人的生命 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美国人不可能牺牲 他们的年轻人的生命的信息下 那因此美国人 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什么战略清晰 战略模糊 坦白说根本都没用 更何况再过几年 现在是2021年 连美国自己的研究院的分析 都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不只是日本的 不只是欧洲的 现在连美国自己本身的研究出来了 也都是2028年中国大陆的GDP 整个总体的经济会超过美国 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 凭准购买率了 是现行汇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 由于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 美国才3亿多人口 所以当中国大陆的经济体 超过美国的时候 现在一般估计在2035年 也就是距离现在14年左右 我想各位我们来换算一下 你的年龄 如果你现在在看电视的 你是20岁的大学生 你34岁而已 很年轻 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的总产值 是美国加日本还大 也就是中国大陆一个国家 它的GDP的总产值大于美国加日本 在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年轻人 你是正在社会上工作 真的可能要成家立业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局势 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 中国大陆是主导了全世界的经济 坦白讲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过去美国一个国家 大于这个日本欧盟 跟中国大陆的总和 那你可以知道 美国那个时候 就是主导全世界的时代 就是柯林顿到小布希时代 那主导了整个世界 同样的道理 当中国大陆在2035年 他大于美国加日本的时候 坦白说美国讲那些话 对于大陆来讲 就是说知道听到了 好了讲完了没 讲完了好OK 来继续下一个 如果各位的记忆 能够存活14年 赖教授现在预言 我刚刚那个专题是 5年前的预言 但赖教授现在就做 14年后的预言 你5年前的预言那么准 你看就做了那个 这代表什么 你的那个专题非常有深度 非常有水准 所以5年前你已经预估到 就是说而且农民的担忧 已经在5年前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 他的担忧 但是我们的政府 根本完全没有听进去 而且变本加厉 人家说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 你放更多鸡蛋在同一个篮子 没有其他的地方要买 你美国你运到美国 你要多少钱 你一颗凤梨要多少钱 哇这个如果做海运 这个很长很远的距离 那你要迈到日本吗 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里面 凤梨是不是他的主要的水果之一 这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当农民把他的隐忧 透过许府在5、6年前 那么告诉民进党急将上台的政府的时候 你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蔡英文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而且呢 屏东的立法委员跟县长们 你们也没有听进去 如果你们有听进去 你们在乎这件事 你们就会一直盯着这件事 你们就会一直要求蔡英文 你在这几年内 你应该把这个农民的凤梨的外销 把它分担风险 把它打出去 但是很明显的 你非但没有做 而且台湾的农民的凤梨 销往大陆的比重越来越高 高到现在97% 是啊 而且刚刚其实赖教授都有讲说 一切这个事情 就是跟你这个两岸关系 真的是很有关系 我这边我就不走 所以电视墙啊 就是说 当然邱泰山就是说 希望两岸可以恢复交流 春暖花开 那你看到郭台湾发言人马晓光 也讲说解零还需细零人 其实就讲就是说 需要回到九二共识的上面 其实就是刚刚赖教授所讲的 可是呢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跟美国还是靠得很紧 就是说美国需要我们啊 美国你看那个晶片 对不对 就是代表说 它跟我们友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台湾这个晶片很强 所以就以这样子说 晶片的关系 所以美国一定会来保护我们 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你讲到晶片 我就跟你讲晶片 美国不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吗 对 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就要求 对 这个只要有美国的设备 半导体的设备 对 或者是美国的技术 对 或者是美国的软体 对 只要有三个 任何一项 你的产品就不能卖到中国大陆 这是不是 你的半导体就不能卖到中国大陆 也就是你的晶片就不能卖到大陆去 这是不是政治介入贸易 是 是吗 那是那时候你要不要去告美国 这第一个你要去告 你要去抗议 好 但是美国已经把政治介入贸易了 但是台积电马上就配合 台积电就是跟美国磋商 磋商到最后的就是说 我之前的订单那是法律 对 那我已经接了 我就要把它出单完成 但是以后的订单我就不接了 好 那你是华为 对 你是华为 你现在你 你本来你的预估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生产这个手机 我要生产手机 对 那我本身我要生产几千万支 或是上亿支 然后我跟你台积电下订单 那因此我后面的订单还有 结果呢 你突然间你告诉我后面订单没有了 这怎么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台积电被美国人压的没办法 他不得不这样做 不然的话他会被美国制裁 所以台积电就不敢把这样一个订单 就不敢把这个晶片卖给中国大陆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就断货了 那断货你是政治还是经济呢 还是政治啊 对那还是政治啊 但是你不卖我货 我华为损失那是几千亿啊 甚至几兆的损失啊 但是怎么办一筹莫展啊 那就只好自己做啊 所以现在他们大陆开始 在把那个半导体的晶片 要把它做起来 但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讲道理 尤其1450 如果你们还讲道理 你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台湾当初被美国人压的 我们的台积电的晶片 就不能够卖给中国大陆的华为 而不要忘了这不是WTO的规定 美国是用政治力去介入 不准你把东西卖过去 那这个就是政治干预经济嘛 因为他就是想把华为打倒嘛 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国家的总力量 用自己国家的外交的力量 用自己国家压迫我们台湾 一个台积电的力量 然后呢要去打击 另外一个国家的公司 你不觉得这个事太岂有此理 好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蔡英文 有把我们台积电说话吗 我们蔡英文有站在两岸贸易要畅通的 为台积电再多断点钱 因为我们卖东西到大陆去 是我们赚钱嘛 台积电的业务会更好嘛 但是蔡英文有这样做吗 没有耶 还蛮开心的 就是那今天你的凤梨不能卖出去了 然后你苦不堪言 将心比心 那华为是不是也苦不堪言 他就说 那是你大陆自己的事 你大陆企业的事我不管啊 都是大陆企业的事也是我们的事 台湾农民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啊 那是我们两岸的事 我们两岸自己来解决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承受 怎么能够忍耐忍受美国人 这样子把手伸到我们这边来 问题是美国人现在还要求我们 就是说你这个台积电还有其他厂 你所有的制程 是不是要赶出一部分 来给我们做车用晶片 这不只是没有赚钱还亏钱 这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企业亏钱 那这样子怎么可以 但是问题就在于对不起啊 美国的外交部他说我已经 我已经出手了 也就是我已经打断给小美琴嘛 对啊 但我们我们把它 我们不是把它视为压迫 我们觉得说是美国盟友的感谢啊 美国盟友的支持啊 他们需要我们啊 但是台积电是民营企业 还是国营企业 民营啊 民营企业那你政府会不会借助太深啊 那你政府如果借助太深 民营企业的话 那我们的股东的权益受损 这个谁应该要负责 什么人是什么 这边是要负责的 这个谁应该要负责 直接追责 你不来负责 感谢观看